台中有一對黃姓父子不滿朋友 違規闖紅燈被警察開單 竟然爆粗口挑釁袁警 支援警力到場之後 袁警隨即噴灑辣椒水 再加上一機大外哥 當場將人上銬帶回派駐做管束 酒醒之後父子兩人後悔不已 頻頻跟袁警道歉 黃姓男子爆出口 對著開罰單的袁警 咒咒挑釁 他的兒子穿白上衣的 也在一邊綁槍 我們不要推來推去好不好 這不是要拖還弄來 看到支援警力抵達 袁警也不忍了 先噴辣椒水 接著伸手俐落 十出一劑大外哥壓制 你搞清楚 我家外哥打算看 那我家外哥說再多理由 這什麼東西 放下 黃姓父子打了雙手被上扣後 一改先前嚣張態度 情緒也漸漸緩和 會跟袁警起衝突 是因為他們的朋友闖紅燈 被袁警在附信路跟台中路口 攔下來開單 黃姓父子應有飲酒 不瞞警方群立與姓友人 情緒激動 對警方大聲叫嚣 父子打發酒瘋 想幫朋友出氣 凡被大外哥噴辣椒水伺候 還被帶回派出所管束 酒醒後想起脫序行徑 父子打後悔已經來不及 記者潘信誼林湘銘台中報導 來看到高雄街頭出現了火爆場面 有四個人開車追撞一名駕駛 隨後下車持棍棒砸車 警方獲報將涉案的五個人 帶回派出所調查 並且以妨礙秩序 傷害以及毀損罪嫌移送法辦 刺耳煞車升船來 黑車推撞白車一路推往路旁 撞到機車盆栽又往前撞 還有人拿棍棒衝過來 對白車瘋狂猛砸 驚動街坊鄰居想勸架 但一行人沒罷手 加碼拿磚頭砸進車裡 丟東西開車再衝撞 好幾個人圍攻白車 要車上人員下來面對 白車被砸得稀巴爛 黑車這方則是真的好氣 砸車事件發生在高雄切頂 被砸車的男子疑似不滿在家 經常聽到喇叭聲 懷疑是朋友故意弄的 日前拿狼頭理論意外惹怒對方人馬 爆發追逐戰上演五打一 男子理論不成反被砸擊 打人的挨打的通通進警局 記者綜合報導 另外是台北車站大廳上午突然煙霧瀰漫 嚇壞了不少旅客 原名許姓男子跟媽媽在大廳出現爭執 男子突然情緒失控 拿起了大廳旁的滅火器來噴灑 警方獲報立刻到場將人壓制送醫 因為當事人的家屬表示願意賠償滅火器 以及清潔費大約3300元 台鐵決定不會對當事人提告回損 一大早台北車站的大廳地板出現大量白色粉塵 周邊被圍起封鎖線進行清理 當地沒在施工 這些粉塵來自大廳周邊的滅火器 但北車根本沒發生火警 滅火器被隨意噴灑 全來自母子的一場糾紛 打開鐵卷門的時候 看到外面都是泡泡跟腳印 然後是有聽說打架的人已經被送到救護車上 然後他們是拿滅火器 好像本來是吵架然後拿滅火器互噴 有下一個要挑 事情發生在27號上午9點50分 當時一名許姓男子和媽媽發生爭執 雙方越吵越激烈 男子突然情緒失控 拿起大廳旁的滅火器當場掃射 警向貨報道場將人壓制送醫 事發地點人來人往 台鐵態度低調 由於當事人願意賠償 出估兩支滅火器填充劑300元 再加上清潔費用3000元 台鐵決定不提告毀損 只是單純的糾紛 竟拿滅火器掃射 還好沒有波及其他旅客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又出現了求職詐騙案件 彰化有一名陳姓女子 在網路上看到了爭彩廣告 裡頭主打公事談信還包吃包住 一個禮拜可以賺好幾萬 前往應徵之後 卻被詐騙集團囚禁在汽車旅館 她身上的提款卡以及銀行帳戶 都被拿來當成洗錢工具 還好陳姓女子相當的機警 用手機向朋友求救 除了成功獲救 三名詐騙集團的成員也當場被帶 警方獲報有人應徵工作遭囚禁 立刻趕往汽車旅館清查 果然一進門就發現被害的神性女子 而圍在他身邊的三名男子 通通都是詐騙集團成員 三名嫌犯卻被雙手上銬 被警方壓著走出警局 帶上警車 追查被害人怎麼上當的 警方一查又是網路假求職 真詐騙 假借高薪 還有輕鬆工作的方式 誘騙民眾求職 詐騙集團打著輕鬆賺錢公司 彈性包吃包住 還能讓你一個禮拜賺好幾萬 果真讓被害人信以為真 結果前往應徵不成反遭拘禁 限制自由 包括銀行存值的提款卡和帳號密碼 都成了洗錢的人頭帳戶 做約定轉賬的第二層賬戶 只要有被害人被騙金額進來 馬上就轉出去 好在程序女子機警 趁機打手機向朋友求求報警 而同一時間還有立民無姓女子 也被軟禁 丟包在汽車旅館 兩人雙雙獲救 警方幾乎查出 光是兩人賬戶 洗錢金額就已超過六百萬 立即通報凍結 並持續往上游 追查逮人 接著到我們彰化 參謀 大吉田 雙駿 搬 雙駿 有 雙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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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